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後它還有這個 看起來很好吃 它這個早餐時間是8點到11點 然後這兩個看起來很好吃 那可以頂大看 哇!Jack的飲料上來了 很漂亮耶 蛋豬汽水出島 而且上面還有一個冰淇淋 它冰淇淋是那種肥肥圓潤圓潤的那種很可愛 那你喝一口看看 好啊 這間早餐店真的看起來蠻厲害的 還好我們是平日 他們的上班族都已經去了 這是蛋豬汽水出島 氣泡魚 它裡面冰塊有很多嗎?還好 還好 因為上面是冰啊 還有這家冰塊 上面應該是香草冰淇淋吧 還是牛奶 牛奶 喔!很濃郁的那個牛奶味 哇!感覺很棒耶 不錯!夏天吃這個還不錯 這間早餐店光看外面就覺得很值得推薦 麵包超香 裝潢超可愛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你要不要吃到哪 好! 好! 換VV來喝 我的 這個冰淇淋超好吃的 它很濃郁的奶香 但是又不會太甜 它這個蘇打蛋豬汽水也是 它也不會太甜 我覺得它這個整個組合就是很推薦 然後冰淇淋很好吃 下面的飲料也很好喝 還有附一顆小櫻桃 它的顏色很漂亮 讓我想到XPAC的感覺 那妳點的是什麼呢? 我點的是皇家奶茶 但看起來它糖是另外附的 我先喝一下它原本 它的奶也蠻濃的 它的奶很香醇 還是日本的牛奶都是這樣子的感覺 有可能 因為我們昨天喝那個牛奶是很濃郁 它這樣子會讓我覺得其實我不加糖也可以喝 真的嗎? 那我喝了 因為它牛奶本身就會有一點點甜味 所以你就會覺得不加糖也可以 但是看起來Jack是想要加糖的人 它的奶是很濃郁沒錯 但是因為日本人很喜歡加冰塊 它就是整個味道會變得更淡 我覺得至少要加半糖 才會更有味道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早餐 這個是奶油紅豆厚片 然後它還有附一顆水煮蛋 旁邊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放蛋殼吧 我想 然後Jack是純粹的奶油厚片 但是它會有附一個蜂蜜讓它加 然後也是一樣有一顆水煮蛋 感覺是很豐盛的早餐 就是 如果食量大的人可能不夠 但是對我們來說應該還OK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我覺得他們這一家的麵包真的超級無敵好吃 就是這個吐司邊邊的地方很脆 然後裡面超級軟 非常好吃它的麵包 它它的鹹奶油很香 加了蜂蜜就有點鹹鹹甜甜的很好吃 我的已經被我毀了 我不知道正確的吃法是什麼 反正我就變成一大坨這樣 但是還是很好吃 紅豆很香醇 然後配上鮮奶油和鹹奶油 就很好吃 這間真的超推超好吃 有機會來的話一定要吃這餐 我們吃完這家超可愛的早餐店了 它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它很便宜 我竟然就看人家說明古屋有一個早餐文化 就是你只要點一杯飲料就會有麵包吃 那我們剛剛實際點完餐 看這個價格的算法應該是 就是你只要有點飲料 你就可以用非常非常便宜的價格 然後得到一份麵包早餐 那它那個價格好像是算你的醬還是蛋還是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很少很少的錢就對了 那我們今天 點的餐點總共是1720元日幣 那它就是飲料 JAK的那個飲料是730元 蘇打那個是730元 然後我的皇家奶茶是660元 那它另外加的這個早餐的套餐就是110元跟220元 其實還不算貴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蠻好吃的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來這邊的話 這間超推一定要來吃 一定要來吃喔 然後它的店面裝潢也非常的可愛 我們覺得這間店應該是真的蠻有名的 裡面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然後你看今天是平日 它還有抽那個整理券 我們剛來的時間算早 等我們出來的時候 它已經是需要有一點點排隊的狀況 而且它中午好像要預約是不是 哇這家真的很棒 麵包超好吃 它還有賣一些果醬啊什麼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買回去這樣 哇 可以贏一些書籬 一定會贏